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5050的最新近况 根据2月13号的报道 经纪公司Attract在2023年12月18号 对5050前成员Sena,Alin,Cyo 以及他们的父母和Ansoni,白毛等总共12个人 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 诉讼金额高达130亿韩元 这是KPOP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纠纷 这也证明了5050在2023年取得的全球性成就 是新人中的顶级水平 但因成员们的错误判断 使得可以灿烂闪耀的一切 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虚幻的海市沉落 然后这个幕后黑手Ansoni 根据2月13号Attract透露 Ansoni代表因业务上的侵吞罪被认地 已被送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这是在2月16号被检察官提出业务妨碍 和破坏电子记录等罪名后 再次被认定有罪 最后是因偏颇播出5050纠纷事件 而遭受批评的KPOP史上最大的节目 韩国广播通信省委员会 于20日决定 听取SBS格格下落ship的制作组 对于去年8月19号播出的 5050独家合约纠纷事件的意见 听取意见 是在进行重大处罚 即法庭制裁决定前 听取电台说明的程序 在当天会议中 委员长刘惠宁表示 鉴于此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向 有必要听取制作组的意见 虽然就算胜诉了 也无法获得那么多赔偿金 但其他经济公司 应该也不会接纳他们了 如果真的被判处几亿的赔偿 那要怎么办呢 真是活该 大众经济公司老板媒体 都那么拼命的让他们回来了呢 虽然是一起分担 但突然之间要拿出几十亿 那钱从哪里来呢 太可怜了 实在是太贪心了 下个消息是 2022年8月 背包劈腿吃软饭 在背后骂队友等争议 2023年5月 宣布退团的卢卡斯 即将要回归了 2月23号 卢卡斯在RG上传了一张照片 并标注了新开设的官方账号 卢卡斯SM Official 虽然还没有上传任何贴文 但已经就有了51万多的追踪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脸皮太厚了 那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 为什么非要 真是让人无语的SM SM真的很擅长原谅人 不是犯罪者 理论上没有理由不能回归 只要不跟其他爱豆混在一起 也没什么办法 不管我个人喜好如何 对艺人来说 能得到这样到底的支持 应该是件好事 真的很好奇 中国姐姐们不是更讨厌 这种劈腿的行为吗 都原谅了吗 他在韩国应该是没法活动的 对于卢卡斯的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与其突然的举动 吓坏了狗狗 狗狗这样举起一只脚的动作 应该是指停止不要做了吧 两个人 两边都太可爱了 好 мед迷 我的人 我 明天 片 听 LGBTQ ühl 我不 穷 那么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